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 Lolito 我是阿蛋 我是阿佑 我是咪咪 我是Elka 我是Sinnie 我是阿妹 我是Yanny 我是Tania 我們現在是很行常的排練 其實好像上學一樣 很有那種放完學之後 每天都要留下來去上那些 興趣啦 很難懂 而且感覺到大家都是越來越團結 我們開始的默契是100% 我覺得現在是去到我們認識到現在為止 最有默契的一刻 會有新歌的 是的 會有新歌的 不過 至於這首歌 我自己覺得 那個風格是 大家應該都期待已久的一種風格 我覺得是會 提醒大家一些我們之前的作品 但是呢 它又有多一種新鮮感在裡面 而且創作班底 都是一些會提醒大家某些歌曲的 的創作班底 就是這樣 我可不可以用爆炸糖來形容 因為我覺得 可能你吃爆炸糖的時候就覺得很刺激 現在這一刻 當然自己也是 處於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然後又 感覺到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東西 新的衝擊 令到我們要大家要學習的東西 然後就是 好 然後到最後可能演唱會 就是 感覺到最後那股甜味 嗯 我自己覺得是咖啡糖 因為首先咖啡呢 做出來的時候 要經過很多不同的 譬如要研磨 或者另外還要加一些不同的東西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喉糖 哇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吃得最多的糖就是喉糖 我們要養腥 喉糖也是會令人很舒服 但是你喝水的時候 又會很刺激到喉嚨 所以其實是會有不舒服的時候 亦都會令你變好的階段 嗯 我覺得是 波板糖 我剛才都很認識的 真的啊 因為 因為它是有很多顏色的 然後就好像代表著 我們演唱會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好像是 跟波板糖一樣 有那麼多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心情 就像剛才她說的 波板糖是七彩顏色 我們現在的心情又是 很複雜 很多顏色 每個人的狀態又不同 每天的狀態又不同 但是 它整體是很甜的一件事 好像那些硬糖 但裡面是流心的那些 是的 因為就是 可能一開始大家 就會比較 凝重地去面對這件事 大家就會很謹慎而行 但是去到中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慢慢大家開始融化了 大家開始越來越斷結了 大家開始 越來越享受這件事 很多感情的流露 到最後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就是吃這些糖 到最後 它會黏一塊 它會很黏牙的 就是我們現在這種 很黏牙一塊的感覺 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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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糖糖 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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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知道 我覺得整個過程很甜 而且我會預計到 我們完成演唱會會有一種空虛感 對 會掛著 對 現在每天看到 好像情侶一樣 每天看到 都要黏著看到 然後不看到就會 很失落 我覺得是 咸檸檬糖 你們有沒有吃過 咸就是因為 我們最近做很多運動 所以 我們的汗 是有點鹹鹹的味 哈哈 但我覺得 因為它是檸檬糖 檸檬就是酸酸的 我覺得我們也有一些辛酸的 時刻 我們都保持著 有時候大家有壓力的位置 都是一起有壓力 所以其實又會中和變得甜甜的 其實一開始我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爸爸是很不支持我參加比賽的 因為他覺得 我一定要找一份 穩定點 收入的工作 但是去到現在 這個狀態的話 我會感覺到 其實他已經默默地 可能已經默認了 我正在做這件事 因為他其實比較 一個大男人的 一個爸爸 比較 怎樣說好 不會很說心底話出來的 一個爸爸 但是 現在的他 可能 我下班回家的時候 他就問 很簡單問了 你吃了飯沒有 要不要煮東西給你吃 又或者 我曾經聽過一個 我自己有一點點感動 也不是一點 也感動的一個話 就是 有一次我和我爸爸和姑媽吃飯 我姑媽其實一直留意 我們Loy Talk 然後他就問我爸爸 最近怎樣 你有看你的女兒的東西嗎 他突然說了 之前在電台聽到她們的首歌 那一刻 我突然也有一點感動 我也想說我的媽媽 因為我在 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就參加比賽 然後她那時候 已經很擔心我 會平衡不了 學業和比賽 那些 但是 到現在這一刻 她是會 group 大家的媽媽 一起去 開一個WhatsApp group 然後 每一次有什麼 Event的時候 都會 有時間就一定會出席 好像是LT背後的女人 因為當初 還是覺得 她好像 沒有那麼理會我們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 完全不是 她現在在一個 小Fans 小Fans的角度 每一天都很關心我們的所有事情 我也覺得我媽媽 是有轉變 突然現在的房間 是我和阿蛋的手服 哈哈哈哈 真搞笑 對 我覺得我媽媽也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是我整個家 她口說 你想去做你就去做 但其實內心都是很擔心的 然後又會怕影響到學業 當時去DSE 然後 最後 玩完比賽 我還要 加入了Lolito 其實她今早才跟我說完 她說 她突然間 我在這裡犯狀 然後她突然衝出來說 哎呀阿妹 我真的 很神奇 我覺得 由你那時候參加比賽 到現在 就是她是很 我感覺到她 是我感到驕傲的那種 而我家人也是覺得很開心 然後小朋友 也會上學 就會跟同學說 啊我阿妹 這樣 我阿妹 然後她會在這裡唱我們的歌 最近在準備演唱會 我媽媽會天天幫我做飯盒 因為現在要 儘量吃清一點 所以她會幫我做健康餐 然後我就覺得 很幸福 自己 就是 家人去支持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件事是 令我更加有衝勁 去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 對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爸爸媽媽 其實 我小時候 她們都很好 她們一直都給我 去放任我出去試 不同的東西 她們給我去做 但她們又不會參與太多 因為可能怕我 可能都會想我自己慢慢去發掘一下 因為現在有了Loi Talk 她們是真的會想 真是關心我 很想知道我們 Loi Talk是在做什麼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她們都因為我而 聽多了很多不同的流行曲 真的 有些歌是我媽媽會跟我說 我說這首歌挺好聽的 然後我就說 我還沒聽過 真的 很In 很In 比我更In 所以我覺得 跟她們的關係結束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